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 为什么LeBron James不一那么早退役 那么只说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在决心队一系列赛中 比分4比0横扫胡人队出局后 LeBron James在赛后接受ESPN的采访 透露有退役的想法 其实这个时间点 透露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极其敏感 首先就是胡人队才刚刚被淘汰 LeBron James第四战争是经历了 全场攻下40分10篮板9足弓 有跟比赛的球迷应该都会知道 在比赛末段LeBron James是能有最平比赛的回合 但很可惜的是 Aaron Gordon的盯防在加三角毛木雷的鞋房 最终让绝境队惊险的以113比111拿下了比赛 所以透露有这样的想法 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一点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究竟是不是因为输出了情绪所影响导致有退役的想法呢 那我们从Anthony Davis在赛后记者会所提供的说法 基本能确定这次季后赛的实力 不是LeBron James想要突一的主因 毕竟LeBron James确实年纪已经摆在那一边 生涯至今关键时刻总是需要他自己去操刀 真的扛到累了 幻且LeBron James是做总冠军和Final 3 MVP MBA历史得分王 再加上一大堆的荣誉 坦白说他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去证明了 而且LeBron James尤其这两年 其实呢发现到他已经是很难靠一己之力再去扛起球队 加上伤病不断 回归赛场所需要的意志力 自律性和训练是远比我们球迷想象中的还要多 再来就是陪伴家人的时间 LeBron James生涯大部分的赛季都是有打进季后赛 最常规赛紧密的赛程 已经让他很少时间陪伴家人 而别人通常的假期他却依旧要打季后赛 整个暑假幅度大幅缩短 因此年龄已经39岁的LeBron James 如果有一天退役的理由是希望多陪伴家人 坦白讲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但即使不是因为输球的情绪所透露的退役想法 很敏感的点在于这也有可能是LeBron James施压的手段之一 也就是逼迫胡人队再做补强 甚至如果要说是LeBron James的营销手段 这某方面也有可能 毕竟他透露了退役的想法 几乎各大媒体都有在报道 也引起非常多人的关注和讨论 比如现在的我和你 但仔细一想 即使LeBron James要马上退役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本期影片 就让我们分析LeBron James为什么不会那么早退役 至少不是下个赛季的事情 首先胡人队依旧还是季后赛球队 甚至要说是可以拼总冠军的球队也不为过 即使在西决输给了绝境队 但胡人队靠着季中的教育大先 将球队从一只副加赛以外的球队 转变成季后赛球队 而随着球员之间的磨合时间越长 相信胡人队只会变得越来越好 再加上球队修赛期虽然心智空间并不充裕 但坦白说他招募到更能帮助球队的老将或球员属性 完全有可能 而球队现有的球员 Ostin Reeves将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但目前一切的迹象都指向他既有可能会留下 并且有机会成长在NBA中的球星 Riha Chimura 个人觉得他季后赛的表现算是相当不错 再加上还有Anthony Davis 所以不管接下来阵容的变化会是如何 但核心没有变 胡人队依旧还会是争夺总冠军行列的球队 并且除了核心以外的球员依旧还是会有深度 甚至比本季来得更好 如果胡人队现如今是没有争夺总冠军的实力 那么其实Lauren James也没有留下来的意义 毕竟像前面讲的 他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证明了 所以Lauren还留下来的理由 当然就是还有机会争夺多位总冠军 现如今这支胡人队可以说算是交易大线组出来的球队 都能磨到吸血地板 如果给予他们一个完整的赛季一起磨合 老实讲 胡人队要打进总冠军赛也不是无稽之谈 第二点就是和Broni James同台晋级的愿望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Broni James没意外应该是两年内可以进入到NBA 而Lauren James目前所展现的油箱看着依旧还是有油 或有想退一坦白说更多是因为心理层面的失落 疲惫感 而非身体状况跟不上高水平的竞技 如果想要和Broni James同台竞技 那么不管高兴与否 Lauren James都需要回归到胡人队打球 至少多一个赛季 Broni James有没有可能被胡人队选入 老实讲这个真的不知道 不过我想说的是 如果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 我个人希望胡人队不要选入Broni James 也就是不要去做什么交易还是什么操作之类的 因为Broni James他算是一名蛮好的球员 进入到NBA也肯定会有生存的空间 甚至我觉得Broni James比起很多球迷所知道的 是要好伤不少 也就是他有些许被低估的成分 Broni James并不是那种 你看来会觉得适合当场上第一的进攻选择 他目前更多展现的是 作为一支球队场上的指挥官 尤其远超同龄人的 Playmaking能力和vocal leading能力 并且抱有顶级的防守能力 和算是扎实的三分投射能力 这里用顶级的防守能力 坦白说我觉得是不过分 目前Broni James的外线防守能力 有可能会是2024T4代选新秀当中 最出色的一位 这得益于他的防守预判能力 防守持球人非常快的脚步 和积极的超球施压干扰 加上不差的身体条件 使得防守圈相对在他防守的情况下 是很难打出进攻意图 而无处的部分 同样是防守预判能力 使其总是能切断对手的传出路线 因此超球速 reflection甚至弱边的斜防进而封盖的球 这样的回合从Broni James的比赛中是很常见的 而且Broni James因为具备水准以上的篮板能力 使得他可以加快整支球队场上的进攻节奏 如抢到篮板后的推进 即使在快速推进的时候 我个人蛮惊讶的点在于 他依旧还是有非常好的传球视野 比如找到找工友外线空挡的队友 或是拖车跟进的队友 甚至有时候队友没有办法跟上 发现进攻效率不大的时候会慢下来 然后再重新梳理进攻 甚至打自己最擅长的挡拆 以上都表明Broni James的球场理解 绝对是远超同龄人的 至少拦出观念相当完整 Broni James目前的位置是可以打一号以及二号位 不过上到大学层级以及NBA层级 估计会更多时间打一号位 整个机制看着非常成熟 并且也有可以进步的迹象 而需要进步的无非就两点 第一点就是被众多球团所勾病的稳定性 第二点我个人会希望 他可以有一些移动后出手的能力 这将会对其整个NBA生涯的可塑性 带来更高的可能性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个人是不希望他被挂上什么靠老爸 才打进NBA 或是什么其他之类的想法 不是偏袒他 而是我觉得不公平 每个要进入NBA的球员 当然天赋是一点 或许商业佳节也会被纳入考量之中 但球员自己的努力和意愿 同样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所以LeBron James犹豫还有合约再生 如果要和Bronnie James打球 那么他至少也要把23-24赛季打完以后 然后使用2023年的球员选项挑出合约 并加盟选入Bronnie James的球队 所以说到这一边 至少生涯第21个赛季 LeBron James依旧还是会披上虎人队战袍 那么第三点 当然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谈到的合约 尤其LeBron James合约走着的情况下 如果突然退一 那么合约的部分怎么办呢 虽然NBA中我们平时看到退一的球员 都是在合同走完或者没有合同的情况下选择退一 但LeBron James目前的合约还有两个赛季 其中24-25赛季持有球员选项 2025年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根据新资专家Bobby Marks的资料 如果一名球员在有合同的情况下选择退一 那么球员和他效率过的处递都需要已熟面 行使通知联盟总裁 才会被列入到资源退一的名单之中 这个情况非常罕见 近代来看印象比较深刻的 只有2008年的Jason Williams 当时2008年7月休赛期的快艇队签下了一年的合约 却在两个月后以上并频繁产生的原因选择退一 而LeBron James如果是走这条路径 只能说可能性极低 运家还就需要放弃接下来两个赛季的薪资 分别为4690万以及5060万 即使LeBron James已经不打球或是退一 但支付给他的任何薪资都还是寄在处递薪资里边 而且未经总裁和理事会一致同意 任何球员出现在处递资源退一名单上 但是不可以在退一制度期一年内参加任何的常规赛 以上是LeBron James如果进入资源退一名单的部分 可以看出可能性很低 那么如果LeBron James不选择进入资源退一名单这样的路径呢 其实忽然队一样也不会得到薪资解缅 除非LeBron James愿意走向2016年Tim Duncan那样买断的路径 那时候Tim Duncan要退一的时候 合约是还有一个赛季560万 并且持有球员选项 那他选择和马斯队买断 让球队拆掉他 所以从Tim Duncan的例子可以看到 如果LeBron James真的要在下个赛季退一 不走买断路径的话 那么他依旧还是会收到23-20赛季的薪资 并且会纳入到胡人队的团队薪资集算当中 除非胡人队会做出像那首期路人队Ben Simmons那样的情况 也就是没有来球队报到可能会扣薪资之类的 但这显然也不太可能发生 需要做到胡人队能得到薪资解缅 并且LeBron James能退一 目前看来LeBron James也只能走买断这条路径 然后等球队失出 但同样的 这要发生的可能性也是极低的 这么比较深入的看下来 也正是以上三点原因 几乎人队依然具备争夺总冠军的实力 与Bron James同台竞技以及合约的部分 让LeBron James要退一 至少下个赛季是不太可能的 但不管怎么说 LeBron James也已经要接近40岁了 希望大家在看LeBron James比赛的时候 并且一直觉得他那里不够好 或是不断抨击 能改成珍惜并且享受 因为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了 为什么要总是等到没有机会看他们比赛 才来开始惋惜过去没有好好珍惜的时候呢 为什么不会那么早退一 说声里的资料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LeBron James真的会那么早退一吗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取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影片 不妨点一下超级感谢支持我呀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